这里是台湾第一家鸭赏观光工厂 也是2009年刚刚启用的鸭子产业教育馆 馆内有很多的鸭知识和鸭故事 譬如鸭子有很多种 红面番鸭工专门用来做姜母鸭 褐色菜鸭是蛋鸭 烤鸭用的是叫做Cherry Valley品种的北京鸭 您可能不知道日本有80%的鸭肉是从台湾进口的 其中早期主要的产区就在宜兰 现在产地才渐渐的移往花莲与中南部 这家观光工厂里可以看到生产性作业的景象 还有鸭肉美食的资讯 鸭赏一直在宜兰是一个很代表性的特产 那我们其实是在2002年绿色不安卫里面有成立一个鸭香馆 那时候我们把一个鸭产业做一个很完整的呈现 造成一个很大的回响 目前来讲在绿色不安卫里面的活动会馆 我们那个鸭香馆的评价到现在还是最高的 那从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创办人就很希望说 有机会成立一个自己对外开放的展馆 来到这边你可以认识一个鸭子产业很完整的一个知识性的 那我们当然这边有配合一些亲子活动有做一些DIY啦 DIY的课程可以让游客更深刻的认识台湾的鸭文化 免条里的鸭肉卤味和鸭肉拼盘打开就可以吃 鸭肉鹅干卷把鹅干包在鸭肉里面 也是畅销日本和欧美的顶级美味 走访鸭子教育馆 您就会知道台湾养鸭人家真是不简单